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总有什么能触动你的心灵 小凤直播室 让我们共同去发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 小凤直播室 我是小凤 翻开美籍意大利艺学者 乔萨托利的民主心论 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推出的中一本第四版 第494页 这位被称为拥有我们这个时代 最为强大的头脑的 萨托利先生 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 并将它标记为 马克思对于民主的定义 而多年前 当民主心论的两位翻译者之一 严克文先生 在初学英语的阶段 以共产党宣言做范本 逐字逐句通读了两遍之后 他也立刻为 共产党宣言高度显恋 而又积月飞扬的文字 而感到惊叹 他记忆最深刻的 恰恰也是这一句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小凤之波是今天嘉宾 学者翻译家 严克文 一本欧洲通识 一本英汉词典 它由此开始 自学英语的历程 半部民主心论 一部新教伦理 它逐渐打通 学术翻译的路径 以读书为业 以思考为乐 小凤直播室 本期嘉宾 学者翻译家 马克思维博打工者 严克文 敬请收听 严克文 1956年 生于济南 现居北京 曾公职于某新闻机构 后辞职 专事学术翻译 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 客座教授 及山东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兼职教授 主要翻译著作 包括与冯克利先生 合议的 萨托利的民主心论 以及马基亚维里的 君主论 共思党政治论文选 马克思维博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经济与社会 等一作 其中呢 有以他对 德国社会学大师 马克思维博 精准严谨的翻译 而为学界所瞩目 素有 严以维博的美名 而严老师呢 则自称 他只是一个 马克思维博的打工者 那不久前 严克文先生 专程从北京 赶往山东大学 天人讲堂 进行了一场名为 韦伯的政治观的 学术演讲 我也趁机抓住 严老师 接受小凤直播室的采访 只是在见他之前 我做了一个 忍痛割爱的小动作 将精心留了 一个月的长指甲 剪掉了 严克文老师 我亲爱的严老师 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为了 让严老师 毫无心理障碍的 跟我聊天 今天在来 见他之前呢 我特地剪短了我的手指甲 几乎要剪秃了 我现在第一件事呢 要请严老师检查一下 您看看我今天这达标了吗 这很本色 已经很本色了 你还这么用心 因为不久前 我跟严老师一起去参加 一个学术年会 就是哈耶克年会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跟严老师坐在了一起 没想到严老师席间 就不顾绅士风度 向我发难 非常恶毒的攻击 我这双劳动人民的双手 对 然后跟我说 小凤 还前面加了点铺垫 说其实你的手 本来长得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要留 这么长的指甲呢 然后他就搬出了一个 强大的理论依据 不是翻了 是不由自主的吧 就想起一本书来 想起书里的一句话 大概有三十年前吧 他说看一本书 费正清您知道吧 费老头 大不敬 费正清先生写了一本 非常有名的书 叫美国与中国 American and China 他不是号称 头号中国研究专家吗 他是 反正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 然后是若干界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顾问 是个标准的中国通 费正清也是他给自己 起的中国名 他本名叫什么 因为那个费有个公正公平的意思 听就是清 对对对 他就是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 叫费正清 他对中国历史的那种观察 认识 反正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读完了之后 没法让人不震惊 震惊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认为原来接受的那些教育 是另一个世界的教育 反正我当时三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 Oh my God 这个历史还能这么写啊 他和我们就从小一直 所接受的那个教科书上告诉给我们的历史 不一样是吗 当然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中学教材里肯定不会告诉我们说 女人留手指甲不好看 咱等会儿咱说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看来是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啊 我想努力淡化这个问题 然后他对历史的叙述是完全另一个视角 一个旁观者 一个超然的 一个相当客观的一个观察者的视角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喧嚣 能够让读者呢感到有阅读的乐趣 而不是被人那个强暴的感觉 我能理解严老师说的这番话 因为您说读那本书是三十年前 那么三十年前呢 中国才处在就是文革那个时期啊 改革开放的前夕 对 那么那个时候的可能历史 他的书写方式和现在还不太一样 完全是那种 就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的产物 所以说首先从知识乐趣这个角度来说 你就谈不上 当然这话题刚才是从知识节说起来的 对没错 咱又绕过来 费正清吧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那种 比较研究也好 好好考察以后 他是多领域多方便的 其中包括这个 就是民俗文化 这个还有很多设例 举个例子 当时比方说他就是考察到这个 女人留长指甲 染长指甲 这是中国人发明的 然后通过队员贸易的渠道呢 就是所谓丝绸之路了 然后又传播到境外 让我感到特别特别新鲜的是什么 他有一句话 他对这种现象做一个结论 他说女人留长指甲 染指甲 是人类所能发明的最廉价的 有闲阶级标志 读懂了这句话之后 我觉得 可是您知道 形容女士的双手 有一个词叫做 玉手聪聪 如果不留这节指甲的话 他就聪不起来 而且我觉得这费正清老先生 他这一段结论 留指甲 染指甲 是中国妇女发明的 但是其实好像 埃及艺人后 他就染指甲 不 他说从源头上说 是中国人最早这么干的 不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个原始的 就是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那时候没有化工产品 留指甲很容易 染指甲不容易 专门有一种指甲花 对 那真是绿色产品了 但我希望您老人家别误会 之所以当时给您提了个建议 我觉得 真是从你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说 保持一个本色就已经足够足够了 然后您也顺带着向我普及一下 这个飞正清先生的这本书 是不是 如果引起您兴趣的话 我很高兴 非常高兴 对 的确是引起我的兴趣了 因为当您说完这段话之后 我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读废老头了 开玩笑 请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误以为 我们这是一个美容美甲的节目 这是我跟阎老师之间 发生的一个小段子 我觉得从这当中的 也能见出阎老师其人的一些性情来 那阎老师 比如说您读这本 美国与中国的时候 您是读的原著 还是读的中意本 读的中意本 后来有没有再找过原著 看过原著 因为我那是学翻译的需要吧 那阎老师现在主要是从事这个翻译的工作 在此之前呢 阎老师好像是一直在某新闻机构 然后做过一段记者 但是后来呢 他就毅然辞职 然后全身心的投入祖国翻译事业当中 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学术经典著作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 阎老师您为什么会对学术思想开始着迷 一个大的背景原因就是 我们都知道文革那个时期 是在当代中国对文化 对知识的那种摧残 登峰造极的一个时期 我父母都是长期做文化工作的官员 当然他们在政治上很不顺利 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 我父亲啊 在这个文革的时候 也是到他晚年了 面对这个现实 他自己有一个 打油湿湿的这么一个五言绝句 他这个小作呢 恐怕就让我名记终生 因为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他怎么说 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 那个一种普遍的心路历程 他那几个句子说的是 一生物食字 就一辈子不该识字 识字是错误的 误识字 办事毁读书 读书毁了他 知识越多越反动 后悔 后悔 后悔不该去读书 何如冲木马 充当木头马 含笑做雅奴 做一个哑巴奴隶 对 这句完整的说就是 一生物食字 办事毁读书 何如冲木马 含笑做雅奴 能看出老爷子的满腔悲愤了 非常悲凉 悲壮 悲弃 其实也可以想见 那个时代 因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没有尊严了 就觉得 除了没有人的尊严以外 知识本身的尊严 也荡然无存了 整个是个 就是对知识本身的 蔑视 践踏 摧残 到了已经完全 就是不可理喻的程度 作为一个知识人 任何一个知识人 都会感到绝望的 而且每一个个人呢 也觉得完全无能为力 面对这种现实 又不得不活下去 所以很自然有这种狗活的这种心态 悲凉 悲惨 悲怆 悲气 总之一个悲字了得 反正我一想到我父亲这几个句子 我心里的脚痛 真是心如刀绞 那时候您才十几岁大 既然父亲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有没有也让你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识字是个错误 为什么读书会让人后悔 你这感觉非常灵敏 那是懵懵懂懂的 觉得这种状况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是从我们身边 我们现实当中的那个 话语系统也好 知识系统也好 如果你还能叫他知识的话 从这些系统里头 你得不到任何档案 不可能的 很自然就读一些西方的书 从小说一直到 应该都是一些禁书吧 大部分是禁书 因为在文革那个期间 没有什么不是禁书 除了马格列斯毛 后来还有鲁迅 就不禁了 我们反正拿来什么书都看 如今思考 从小说到历史 一直到那个 比方说伦理学 那个时候 那时候你就看伦理学了 那个时候那个 文革前有一本很有名 那个集子叫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 你知道伦理什么意思吗 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读里头内容 觉得很新鲜 那些东西就是 在无形当中就刺激自己 求之欲 那个求之欲 那个感觉太美妙了 就跟那个 饿得快死了的人一样 甭管拿到什么东西 都觉得是美食佳肴一样 中读的最美妙 这种体会最强烈 一本小说 你本小说里 比方九三年 余国的 就是那个理论著作 我读的第一本 那才二十岁那年 自然的体系 霍尔巴赫 人物所引 霍尔巴赫 霍尔巴赫生于1723年 足于1789年 法国启蒙思想家 哲学家 曾与迪德罗等人 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撞工作 他认为 人之所以迷信 只是由于恐惧 人之所以恐惧 只是由于无知 其著作自然的体系 被称为 无神论的圣经 这是一本怎样的 自然体系 就是霍尔巴赫 它是欧洲情侶运动以来的 那种人文主义语言 叙述历史 社会的这种变迁 我读的 虽然没有读懂 坦率地说 当时二十岁那年 没读懂 但是那个语言本身 他那个话语体系 本身让我觉得 Oh my God 咱看这个社会 还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 就是什么语言呢 就是人的语言 用经验式的人文性的 活生生的语言 而不是那种 莫名其妙的 意识形态鬼话 因为他那种年头 纯意识形态语言 我觉得 除了鬼话 就是神话 鬼话就胡扒道了 神话就云里雾里 你搞不懂他说什么东西 只有说这话的人 可能自己才懂点 没准他自己都不懂 云山云照的 但是像那种书呢 它是用人能看懂的语言 或者说普通人 能看懂的语言 就是人文语言 或者经验式的人文语言 那么从这里头 就能感受到一种 真是那种思考的乐趣 那种知识的乐趣 这都是从那个时候 就是慢慢刺激起来的 这种乐趣 那会儿您光看这些书 虽然都是一些名著啊 但是对学生来讲的话 也是属于闲书吧 那当然是闲书 闲的不能再闲的书 是不是也不怎么好好上学呀 就是那会儿也乱了 也不怎么 我应该立刻向您承认 我绝不是个好学生 有时候那个上着课 老师在那讲着课 我就起立 我说报告老师 我不听了 我就走了 这孩子这么轴呀 成魂 就是一二百五 或者二百八都行 一说 那会儿 那不就可以培养成 这个反潮流的小将吗 没有没有 那个他那种年头 你就是顺潮流也好 还是反潮流也好 都不是正常人 我觉得我都干不来 您觉得自己 跟老师一报告说 我就走了 我不听了 您觉得这是正常行为 我对我个人来说是正常 我拒绝接受这种强暴 那是因为老师讲的 您不爱听 对对 不是说他传授的知识 我不爱听 而是说传授知识那种方式 那种强暴式的方式 那是思想强暴 那是让人非常痛苦的 至少我觉得 从这个读书这个过程当中 能对这个现实 有另外一层认识 就是说我们首先 这个现实不应该是这样子 这社会究竟怎么了 对 我们能不能不过这种日子 怎么样子呢 才觉得能够让人觉得合理 这像就进入一个思考过程了 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呢 特别是认识了 我们现在著名学者 冯克力先生以后 我们是算是发小吧 他那个读书的经验 比我不可同志而语了 而且他为了能够多读书 都放弃了上大学 选择去图书馆工作 没错 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经常就想到一个问题 老看别人翻译的东西 咱能自己看外文文献有多好 那么又快又准确 那么看别人的东西 总是又晚又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开始学英语 开始走上翻译之路 翻译还往后 我发现是 开始就是有一个 就是想学英语 就是想读原著 对对对 就这么个念头 但我知道您跟冯老师一样 也是没有去上大学 没错 因为七八年恢复高考的时候 那会儿你都已经参加工作了 对 而且就以你刚才 所描述的自己在课堂上 那种表现 我估计您就是考也挺悬的 能不能考得上 确实没考上 考了呀 考过 当然这个成绩不太理想 如果说上学的话 也不是上不去 恢复高考同一年 因为我父母的问题还没解决 好像有个证实问题 没过关 然后我就琢磨着 呀这学我不上了不行吗 我自己上不行吗 自学我 您当时是读徐国章英语吗 对 那就是 因为徐国章的英语 当时很有权威性了 他的权威地位是不可争议的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那个时候的他那个课本呢 里头就是比方说 例句啦 范文啦 都是使用的文革语言 经过改编之后的文革语言 文革语言 如果各位 比如说您 要是有兴趣 你拿来翻翻 如果您能高高兴兴地 读得下去 那我只能叫您天才 或者叫您变态 那没办法 你还是叫我天才了 或者是天才 或者是变态 反正我是读不进去 所以说读了两册之后 就实实在在 我坦率地说读不下去 您能举个例子吗 反正他投一篇上来 好像我记得 无成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对对对 类似于这种语言 就是长命的意思 那既然这么排斥 无论从心理上 还是生理上 都那么排斥 徐国章英语的话 那您拿什么书 做您的英语教材呢 您怎么学英语呢 是这样 后来我跟克力先生 也是闲聊的时候 整天聊这些事 两个好学 男青年凑到了一起 怎么去 才能读进去 然后我们就考虑 直接读书算了 那时候克力老兄 他在省图书馆 他尽可能的搜索了一遍 一番之后呢 然后就给我推荐了一本书 叫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就是欧洲通史 它是1930年的 波士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材 克力先生呢 选了一本 就是压力下的民主 Democracy on the repression 然后你们俩就开始进行学英语PK大赛 反正就是各人各人自己的看 谁的厚 我那本书差不多厚 都是400来页吧 反正我那本呢 我找了一本同样厚的英汉大词典 英汉大词典可不止400来页 因为它用的只薄 所以那个页码肯定多 七八百页 两块砖头 对 你就抱着 整个这一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什么都没干 除了吃饭 睡觉 然后对付那点工作 就全干这个了 这一年下来之后 两本书全散了 就是一页一页的摊在那 太厉害了 就一个词一个词的对着 对 翻译 对着读 当时有笔记 不光是词汇的问题 你得看懂那句子 它涉及了大量的语法现象 硬往里钻呗 因为选这两本书呢 我们都觉得 首先它这个知识含量比较大 词汇量大 然后呢 语法现象规范 肯定会有助于这个学习进度吧 而且一边学着英语 一边也把欧洲历史搞通了 又重一边 然后冯老师呢 也顺带着给自己民主启蒙一下 对 这有可能吧 就真的是得多么痴迷 才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当时就觉得这事 你们俩是不是还在一块互相交流 那当然 碰到问题都是会随时在一块商量 刚刚那个Z引导的那个关系从句 是个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 我呢就是 开始是怎么也搞不懂 怎么中间突然就来一个Z 我忍了半天 咋了半天 咋了一堆句子 跑到那个可丽那 哎呦我说哥们 我实在怎么觉得 看着Z 我就烦 不是烦 我说怎么觉得都一样 我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但我拿不准 他说Z在这就是急的意思 就是急事 就定义从 也就是 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当时我都不由自主了 抽自己嘴巴 哦 当时就是那个欢乐 哎呀 攻下了Z大官 因为你对一个文王来说 这个能看懂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乐趣 简直是难以言表 后来我们都看完之后 就觉得得干点活吧 就开始想翻一点东西 这野心膨胀的还挺快的 我觉得 知识进取 知识进取心 对不是野心 对不起我说错了 当时西方正在有一个新的哲学思潮 叫结构主义 克力对这个事情很敏感 然后他就找了一篇那个 波兰哲学家的那个文章 就是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 波普尔的那个一篇文章 都结构主义了 您这一说得 中国得进入80年代了吧 对 那是83年的时候吧 就各种西方思潮 对对对 开始纷纷的涌入中国 而这个结构主义 在西方也是 也是一个当时的新兴思潮 几乎是同步的了 对对 然后他找了这篇文章来说 咱俩把它译出来吧 他一上半部分 我一下半部分 我记得很清楚 那篇文章一共一万七千字 我们两个人互相译 然后互相对照 您猜猜我们用多长时间 现在的话 两个人一天就干完了 我们俩人揉错了半年 那叫一个精雕细琢 那叫一个处心积虑 慢工出细活 因为就是生怕出错 最后终于把它译完了 译完了之后 克力那时候 就把它直接寄到中国社会院办的哲学义从 那中国顶尖的学术翻译刊物了 就在哲学领域的 就没想到两个月以后 编辑部把清样寄回来了 就打开一看 整个那个清样里头就改了仨字 那编辑部 我当时就觉得 又是一次难以言表的感觉 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说 承认了你们的工作 承认了你们的这个翻译的水准 应该也有稿费吧 有没有寄给你们几块钱 然后俩人去喝一顿 没错 然后接着就打牙结了 那我记得在采访冯克利老师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一本书 就是马克思的那个路易波拿巴的5月18日 就是那个翻译让他非常的赞叹 成为他的学习翻译的一个样板 那我想知道 严老师您是不是也读了一些这个马列方面的著作呢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马列著作的翻译水准 在中国可以说是最高的 因为这是也是必然的 因为马列嘛 他有他的极高的政治地位 所以马列著作的翻译本身是个政治过程 他的这个不认真或者是不负责任的那种政治后果 是任何人担不起的 当然带来一个意外的结果 就是那个翻译的精准程度 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克利先生他是读的 就是反了新内战 或者那个 路易波拿巴的我也是 我是读的共产党宣言 我对着读了几遍 真是前一无缝 真是找不出毛病了 而且受到的启发也很大 就是从翻译技巧上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 幽灵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正在欧洲游荡 但是我那个 英文怎么说的 你非得让我说英文吗 对呀 亮亮你的英文吗 我不想在这卖弄这事 因为我坦率的时候我口语不好 所以请您原谅 冯老师都在我们节目里 大秀他翻译的第一首诗 My love is a red red road 是是是 因为 您就给我们秀一秀 因为柯利先生 他没有虚众心 我还多少有点 死活不说 但是我读这个共产党宣言 对我最有鼓舞性的 不是他的开头 而是他的结尾 结尾说他说 将来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将来要走向一个联合体的状态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只有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你这个共同体才是自由的 如果有人 有个体的成员不自由 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我理解的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 这个核心观念 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自由的话 这个共同体肯定就会不自由 因为任何一个成员 都可能是不自由的个体 我想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共产党宣言 他具有那么巨大的感召力 对对 一种道义上的 或者是那个情感上的 观念上的感召力 人类对于那种自由的追求 永恒的追求 没错 对对对 作为思想大师来说 他有他的那个终极关怀 这种终极关怀是 应该说是符合普遍人性的 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偏执 如果一旦陷入意识形态偏执的话 他就不叫思想大师了 这是让我对这个共产党学员 始终念念不忘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 小凤之波士 今天嘉宾是著名学者翻译家 以一届德国社会学大师 马克思韦伯的著作为己任 自称是韦伯打工者的 严克文先生 身兼中国政法大学 及山东大学的客座教授 这些年呢 严老师经常自己驾车 穿梭于北京和山东两地 车上必然携带香烟 以及糖尿病患者必备的 胰岛素针剂 好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约会严克文先生 一本欧洲通识 一本英汉词典 他由此开始自学英语的历程 半部民主新论 一部新教伦理 他逐渐打通学术翻译的路径 以读书为业 以思考为乐 小凤直播室 本期嘉宾 学者翻译家 马克思韦伯打工者 严克文 敬请收听 如果有一种价值理想 正在被全体人类一致追求 我们就无法否认 这是一种普世价值 现在我们的确看到了 这样一种理想 而且大概是迄今为止 历史上能够看到的 唯一一个这样的理想 那就是作为一种政治诉求的民主 2009年5月 当由冯克利 严克文共同翻译的 民主新论中一本第四版 刚刚发行的时候 严克文老师就应 财经杂志约稿写了一篇 民主新论的书评 叫做民主的理想与经验 他以上述这样一段话 作为开场 90年代初两个为80年代的流逝 而伤感的年轻人 决定要干点有意义的事 于是他们开始合作翻译 民主新论 这两个年轻人 就是冯克利 严克文 严老师 你像冯克利老师 他在磨练翻译功夫的时候 我是后来才知道 冯老师居然曾经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看过一本中文书 对对对对 真是费夷所思啊 比如说在这方面 您有什么绝活呢 有没有也假装自己 生活在这个英语世界里 像冯老师那样 假装生活在英国 我没有克利先生那样的资质 就是禀赋吧 也没花太多功夫 但是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每天不断的那个 去读点东西 每天不断的去译点东西 一直到这个八十年代过去 即将过去的时候 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郁闷 因为就是从八十年代 向九十年代的转型 也是经历了一个 巨大的理想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失落 人们现在都是非常的怀念 八十年代那样 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那你们两个人 既然如此感叹 八十年代 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过去了 拿出了什么样的 实际的行动呢 所以得做点事 做什么呢 老百姓大白话 说一介草民 但是这个读书和这个 知识的这个乐趣 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枯竭的一个动力 后来克利先生找到一本书 民主心论 这个民主心论呢 是美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 这个萨特利的这个名著 人物所引 萨特利 乔万尼萨特利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 1924年生于佛罗伦萨 其著作《民主心论》 一经问世 便得到了广泛赞誉 学术界圣赞萨特利 在民主学说上 堪称我们时代 最为强大的头脑 他的论证 没有真正的对手 这个民主心论呢 是美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 这个萨特利的这个名著 到现在还是一本经典著作 就政治学里的经典著作 对 然后他就建议咱俩把他艺术来吧 太好了 因为在这之前呢 都是一些文章 杂七杂八的 对 练手的那会儿指示 对对对对 干点正经事吧 也不能说原来干的不正经 就是干点 就多少像样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 然后就是 克力先生他做上卷 我做下卷 从翻译到杀青吧 大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 就出版了 而当时这本书 说起来有个小故事 因为我们跟所有的出版社都不熟 然后当时克力就觉得 这个题目应该给人民 就是北京的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的政治著作室 石主任陆世成先生 他翻了翻之后 非常爽快 这是好书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这种题目可是很敏感 陆成先生真是 咱用大白话说 真是条汉子 他说得出 当然也妥协 干嘛呢 就是把第十五章 做技术处理 截略 所以第一版的时候 您看看他找找第一个版本 没有第十五章 对 现在呢 我手里拿着的这一本呢 是2009年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民主新论中一本的第四版 对 封面上就译着冯克利严克文翻译啊 然后呢 我翻了一下 第十五章 赫然在目 标题是另一种民主 其中主要探讨 卢梭式的美好社会啊 还有什么词语之战啊 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一章呢 关键是 他是集中的批判 这个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 那杨老师 我特别想知道 呃 你们俩的分工啊 因为冯老师是负责的第一部分啊 第一卷 他这部分有个标题叫当代的争论 您这一部分呢 是第二卷古典问题 您翻译的第一句话 好像我看到就是一个疑问句 什么是民主啊 那我特别想知道 比如说您翻译的这一部分古典问题 他阐释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呃 民主在古典时期和当代时期 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样的一致性 您作为这本书的翻译者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提示一下 他的一致性啊 咱先说说 嗯 只是字面上的 民主就是democracy 人民的统治 从词语这个角度来说 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 是一样的 那从实质上来说 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或者现象 古代民主呢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古代民主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当时什么现实 城邦民主 就亚里士多德那个时期的 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 嗯 城邦嘛 我们知道 它是以正式公民 加上一大部分 一部分非公民 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治实体 嗯 这种政治实体 它规模很小 所谓规模小 一个地盘小 一个人口规模小 嗯 你想当时那个古希腊 那个最强盛的 那个伯雷克利时代 那个雅典 它的正式的公民 最多的时候 才一万多人 当然 它整个这个城邦 人口可不止这些 嗯 但是有公民权的人 嗯 并不多 而这些人呢 完全可以集中在一个大广场上 嗯 一起来讨论公共事务 一起来进行决策 一起来进行这个落实 嗯 落实决策 其实就是直接民主 就是直接民主 是吗 所谓的古典时期 古典问题 就是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的问题 所以叫 那现代问题 现代民主 就是指的代仪之民主 选代表 对 那么用萨特利的话来说呢 就是被统治的民主 或者统治的民主 就是说 这怎么理解 统治的民主 就是说 人民永远处在一个 被统治的地位上 统治者永远是少数 就在现代民主的情况下 不光是民主了 其他制度也是这样子 自从出现了领土国家 尤其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后 不管你什么政体 人民永远处在 被统治者的地位上 统治者永远是少数 那么在这种 但是这并不代表不民主 在这种现实的 我们必须面对这种 现代现象的现实 这是古代人 所没有碰到的事情 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 这是古代人想象 都不可想象 虽然过去有罗马帝国 有波斯帝国 但它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 那个概念 在现代大规模的 这种民族国家的情况下 民主怎么样 才能是可能的 我们首先得面对现实 这个现实 就是说被统治的民主 就是人民是处在 被统治的地位上 就是多数人被统治 少数人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 追求民主 追求民主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从逻辑上说 并不是人民亲自进行统治 这个已经远离了字面了 远离了民主的字面了 而是人民追求的不被滥制 这就叫被统治的民主 或者叫统治的民主 就是怎么讲 就是虽然被统治 但是呢 它是免于恐惧 免于压迫 对对对 用那个罗斯福的话说 就是免于恐惧 免于这个匮乏 免于恐惧呢 它表达一种自由权 那么免于恐惧就是 我言论自由 我不会遭到迫害 我的迁徙自由 不会遭到阻挠 我的财产权自由 不会遭到任意剥夺 这些东西 那么就是现代人 用这种消极自由 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利 政治政治权利 约束了行政权利的 无限制扩张冲动 最后的目标是 保证人民不被随意的滥制 就是能够约束权利 它就尽可能的 在最大可能的 就去约束它的随意性 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本身 天生就有着一种 无限制扩张的冲动 是吧 如果你不约束它 那就没头了 它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咱们都见识过 所以现代民主 虽然不是人民直接去统治 这未必不是个理想 理想状态就在有效的约束权利 也就是实行宪政民主 所谓宪政就是对权力的 一直限制 约束和权力被滥用之后的 遭到的制裁的可能性 那杨老师 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有一篇文章 你就谈到说当代社会 在民主问题上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共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体 所有的权力体 都声称自己是一个民主的政体 对对对 是不是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 民主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 这不用谁说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世界趋势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它是一种字面上的趋势 因为民主的进步的这种压力 因为越来越大 对于非民主的制度 形成了种种的危险 他们为了 还有非民主的制度吗 当然有 不是所有的政体 都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吗 声称是一回事 它的实际作为是另外一回事情 它为了维护或者是证明 自己的这个统治的正当性 它也不得不 这个用民主的名义来说话 我想这是一种政治技巧 而不是政治信仰 你能举个例子吗 你比方说伊拉克 因为伊拉克萨达姆被推翻之前 他也说自己是民主制度 大体上就是说 是阿拉伯特色的民主国家 而且他最后一次总统大选 他是百分之百的选票 全民普选 对对 全民普选直选 这绝对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没错 你用的这个词我觉得很恰当 就是表现形式 他居然能拿到百分之百的同意票 你无论如何 我还是重复刚才那句话 如果一个头脑正常的人 他会认为这里头绝对有水分 事实证明他确实有水分 而且水分极大 我估计水分 咱不说百分之百 至少九成有了 因为他要靠革命卫队来支撑他的极权主义统治 对不对 极权主义什么特点 就是不受援助的政治权力 无孔不入的控制所有社会成员的行动 财产 自由和个人意志 所以他是怎么操纵他的选票的 当然是恐怖统治 这是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能 因为他的自然 就是让你人心感到害怕 就是恐惧 就无限制的滥用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个体社会成员 很难有足够的勇气去对抗一个滥用暴力的国家机器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除非你这个公民社会比较成熟了 有着强大的自组织能力 才能迫使这个国家机器的不那么随意性 但是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显然不是这样 就在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 显然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明白 就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 他也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 而萨达姆作为一个独裁者 一个暴君 他居然也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我想你除非你觉得你不正常了 你只能说他不正常 否则你只能承认你不正常 那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想这些事情对我们 所以在杨老师看来 他觉得其实 虽然所有的政治体都认同民主这个概念 但是真正相同的只是字面上的民主二字而已 但是事实上民主作为一个一种政治形态 现代民主我说的是 因为现代民主它是以自由为前提的一种民主 以我们政治共同体或者社会共同体的一个 每一个个体成员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这么一种民主 因为就像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 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的一个前提 对对条件 条件 对 当然那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他是把那种理想状态放到非常遥远的未来了 但是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可能等不及那个遥远的未来 所以我们就从当下做起 美好的未来要靠现在来创造 对 就像那个 我们一位仙人 就像胡适先生说的 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着手 阎老师您赶紧喝两口水 我知道阎老师他离不开水 你是属于的是吧 而且阎老师今天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我们的采访 有 有那么夸张 因为阎老师现在血糖的加号已经几个加号了 血糖已经到15了 天哪 然后呢他需要定期的去打针 然后吃药 这次呢专门从北京赶过来 来给山东大学天人讲堂开讲座 顺便接受小峰直播室的采访 但是您的药呢只带了够开讲堂的 所以没带够上小峰直播室节目要吃的那个药 所以呢我说阎老师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我们节目 明天一定要让阎老师赶紧的回北京去打针 谢谢 谢谢体调 哈哈哈 小峰直播室 我听说阎老师您那个跟冯老师一起翻译了民主新论之后 好像中央党校还请您去开过关于民主的讲座 讲过民主新论是吗 嗯啊就是这个新版的出了之后 尤其是这个第十五章 其实第十五章在第三版就加进去了 哎呀时过境迁啊 那个我们的这个政治文明成就也在不断提升啊 所以第三版就加进去了 因为我们胡鼎涛总书记说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对对 您到中央党校哦您这是说新版出来之后就前不久才去中央党校 对对对对就是九月份吧 就跟暑假开学以后 这不是说出来之后呢 他们中央党校的老师们也成了他们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 因为当年就九三年初第一次出版之后 就不就是很快就热销 因为这也是很少见的事情 一个学术书能够很快就卖光了 反正那个东方出版社不知道印了多少回了 反正他也不告诉我们 那省得给我们印书搞仇了 这样他大概是成本控制的角度考虑这问题 他现在这书都不印印书了 逐渐的在这个就是读书界吧 形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广泛的这个认识 就是说台湾民主不看这本书面谈 因为他这本书本身地位就在这 这不是谁说了算的 后来这不是盛世期了 可能我们的这个高层决策者也注意到这现象 我听那个人民出版社的那个陆世成先生讲 江泽民主席的总书记的这个办公室 打电话让他们去送书 把这本书送去看看 他们都给他送了20本去玩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好的事情应该说 我记得前些年好像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 于可平先生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基本上现在也是人们的一个共识了 没错 这样的就是第四版出来之后 这个也成为党校师生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就是说第四版之前 前几版都已经脱销多时了 然后呢就是有一位老师 就是给他们 他们自己有讲座 内部讨论的这个活动 做的也很多 这种学术活动 有一个老师 他说我认识两位议者之一 他正好在北京 咱请他过来给他们谈谈吧 因为很多人他知道这书 但是他不一定有功夫去细读 请议者来给他讲讲 提高点效率 你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很愉快的就接受了这个要求 当时是中央党校政法部牵头 做的那么讲座 讲的题目是什么 就是关于民主心论 和现代民主的可能性 在现代大规模的这种民族国家的情况下 就是现代民主 还想是从字面上往前进的话 怎么才有可能 因为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 民主 他的那个 不管他的形式 什么样的变化 他的本意 就是一种统治 不管是多少人统治 还是少数人统治 总之 他是统治 crazy 是吧 统治呢 就需要去操作 所以说 这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 它是一个政治概念 第二 它是一个操作性的概念 技术含量的 第三 既然要操作 就需要有一套 就有共识性的手段 操作手段 我就是从这几个角度 就跟中央党校的师生们 做了一下交流 当然 反响 至少从客观上看起来 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比较认可 讨论也比较热烈 毕竟民主这个词 已经诞生了 25个世纪了 对 将近30个世纪 它消亡了25个世纪 就是说 古希腊城邦民主 这个衰落了之后 在长达25个世纪当中 它这个几乎默默无闻 除了在几个 个别几个地方 因为 这个历史的现实已经变化了 几个个别的地方就是 比方说威尼斯 比方说佛罗伦萨共和国 威尼斯共和国 瑞士的几个州 现在叫州了 那时候叫区 我说邦 那么一直到 那后来又是怎么复兴的 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 但是这个民主这个词呢 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呢 它又生不逢尘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强调的不是民主 是自由 自由平等不爱 对 首要的是自由 这就抓住了 现代民主的核心一个 最后 实际上现代民主 作为一个 稳定的 大势所趋的一种政治形态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这个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 二次大战以后 紧接着就出现冷战 世界大体上分成 两个对立的阵营 西方的阵营不用说了 它就是天然的 民主制度 它自己就这么 就一点根都不打的 就是民主制度 东方这个阵营 打了一支根之后 最后也不打根了 都叫民主主义共和国 都一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捷克斯罗伐克人民共和国 民主主义 都叫自己民主国家 人民民主国家 这说明这个民主 这个概念 这种理念 这种观念 再上升一点 作为一种理想 它确实是 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追求 它已经不可抗拒了 你不管你怎么歪曲它 但是从这个字面上 它已经是不可抗拒了 否则了 它不会接受它的 它完全可以用 我们是人民极权主义国家 尽管是胡说八道 但是它 它完全可以这么做 它也完全可以这么说 但它不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潮流的压力 确实太巨大了 太鼓舞人心了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 叫历史潮流 顺之者昌 浩荡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OK 刚才我们用了大段的时间 详细的回溯了一下 冯老师跟杨老师 一起合作的这本民主新论 已经出到了第四版 的确是 应该说对中国学界的贡献 对思想界的贡献是非常大 反正从这本书翻译之后 基本上可以说就杀不住车了 就是说 自己这个外文水平 从阅读理解 这个角度来说 对于及时的跟踪西方的学术动态 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 冯克力先生 对我的帮助 真是让我默齿难忘 真是默齿难忘 我觉得 杨老师现在做翻译这活 做得那么累啊 当年都是冯老师把您给拉下水的 我可不觉得累 乐在其中的是 每天又不干点这活 这天活得真没劲 白活了这一天 其实我很早的时候 我父亲曾经问孩子们 什么样的生活是能让人觉得最幸福 孩子们反正胡说八道呗 他说了他自己的想法 这个说法让我始终就没忘 他说只有一个人把职业和制业 合在一块的这样的人 最幸福 我成人之后 我琢磨过来之后 我才觉得这话真有道理 你光有个职业 你可能是被迫的 是吧 就被混碗饭吃 你实际活得可能未必那么快乐 你光有职业 你吃不上饭也不灵啊 是吧 我懂了这话之后 我就琢磨 我应该怎么去追求这个目标 这个过程反正比较复杂 现在想想 也真是对原来那些职业经历 也非常后悔 我觉得这个成本就过度高昂了 在这个无端的消耗这种 这个生命资源 你觉得真是会不当初啊 所以 闫老师 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就辞职了 就终于挥一挥衣袖 离开了他原来的某新闻单位 最后终于找到了翻译这条路 然后把职业跟制业 做了完美的结合 对 你每天等于是和这些大师 这个地方 让人家耳其面命啊 等于是直接在那个地方 和人家对话 思考人家的那种心态 接受人家的教诲 最后呢 你想方设法 把人的那个思想给读懂了 这种乐趣 其他乐趣没法替代 绝对无法替代 分开 颜柯文先生翻译的 微博政治著作选 其中恰好收录了 马克思维博最著名的一篇演讲 在第二百九十六页 最后的一句话当中 马克思维博对未来德国的精英们 这样寄予厚望 他说 政治意味着用力而缓慢的 穿透硬木板 他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 一个人得确信 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 预露不堪 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现身 他仍能无怨无悔 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仍然能够说 等着瞧吧 只有这样一个人 才能说他听到了 政治使命的召唤 我注意到 颜柯文先生的这个译文 和冯克利先生此前 由三联书店推出的 微博的学术与政治 一书当中 对于同一篇演讲的翻译文本 几乎一致 所不同的是 言译比冯译多了 使命二字 为了能更精准的翻译微博 颜柯文先生呢 如今还在北京外语学院 进修德语 我不知道 这使命二字 会不会是他从 微博的德文原著中 扒拉出来的 但是 颜柯文先生的确也是 把翻译微博 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难怪他自称是 微博打工者 他大声几乎翻译界 不能这样对待微博 他认为学术界一些人 对于马克思微博的翻译 是一种恐怖的整容术 那么 马克思微博到底是谁 为什么德国很多城市 比如慕尼黑 都有一个马克思微博广场 那颜柯文先生又是如何 为微博打工的呢 他获取的报酬又是什么 好 欢迎您下周和我一起 继续约会 颜柯文先生 好 这一期的小凤直播室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本期嘉宾 学者翻译家 微博打工者 颜柯文 主持人小凤代表 节目总监张新刚 共同感谢您的收听 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